嗨 大家好 今年最火热的电影《非复联三》莫属了 电影中灭霸圈下无数粉丝 被评为最深情和最不向反派的boss 为了宇宙的寄生大忌操碎了心 甚至失去最深爱的女儿 最后完成心愿后归隐田园 很多媒体伙伴科普灭霸的历史 大多根据近年的灭霸崛起刊说起 这幅漫画系列可以说是最新的灭霸历史设定 画风我觉得很有史诗感 是本值得欣赏的作品 让大家了解了灭霸最深爱的女人死亡 我今天并非要深挖此刊的故事 而是给大家带来灭霸最原始的历史 让观众对于灭霸有更详细的认知 下面我们开始吧 灭霸诞生于吉姆斯大林顶下 说起灭霸 对漫画有一定认识的朋友 肯定联想到隔壁DC的达克赛德 有相似的嫌疑 这么认为可以说不对和对 不对的地方在于灭霸早在斯大林读大学的时候 就构思出来了 斯大林自己说过 最初灭霸的草图 要说像谁的话 那就是密特罗伊 人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瘦弱得多 显得比较保守 后来在罗伊的建议下 灭霸变得更为强壮 对的地方在于斯大林在修改的过程中 的确参受到了当年杰克比赛达克赛德的一些影响 最后形成了我们后来熟知的漫威最大的萨诺斯 灭霸第一次登场于1973年的钢铁侠 作为一个降流型反派 当时的灭霸设定还不完善 而那个女人也还没出现 她的生活也还如此阳光 而那个女人登场于70年代的惊奇队长 也是灭霸的第一次正式登场 造型的达里比最初的钢铁侠刊中上了一个档字 并且此形象一直延续至今 在此刊中灭霸结识了她的宿命死亡 从此踏上了一条可怕的路归路 大家对于灭霸和死亡的故事 大多了解于2013年的灭霸决起盘 而灭霸之父斯大林底下的灭霸爱情故事 才是原汁原味的 灭霸是泰坦心灵秀的儿子 一生本该坐享人华富贵 万人敬仰 可是生下来由于基因突变 变成了一个面目丑陋的怪物 她受人排挤和遭遇各种不公 别说继承王位就连做人都买了 但她才华横溢 对科学和知识非常吃饮 她还有个弟弟鄂诺斯 人长得俊美 勇敢善良 真善美的化身 她才是最终继承美好一切的人 两人出身同门 但待遇和先天条件 是两个极端的差异化 随便一个正常人都会扭曲心智 所以灭霸经常发问 自己的生命意义在哪里 也似乎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最终来到了已经废弃的神庙 在这里她遇见了死亡 黑色的 阴森的 缥缈的宇宙神明 深深吸引了她 死亡安慰她 理解她 接受她 成了她第一个朋友 她教导灭霸知识就是力量 力量就是一切 在死亡的指引下 灭霸慢慢承担起来 视一切为虚无 反抗父亲 反抗导师 但她心里只有死亡女神 我想任何一个人 在你人生一直处于低谷时 临近自杀的边缘 这时突然一个人出现 给你莫大的温暖 让你重建希望 这时的你会走 是否会和灭霸一样 此人就是你的全部 灭霸在死亡这里 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几十年的相互陪伴 灭霸已经深深地爱上死亡 后来在一次实验中 又一次出现了实验对象 死亡 这才美好的泰坦星 是绝对不允许的 于是父亲将灭霸驱逐 灭霸在宇宙中遨流 不断学习知识 获取权力 多年之后 变成独霸一方的魔头 然后她再次回到了 痛苦之地泰坦星 巨大的圣殿 停在泰坦星的天空 灭霸俯视着 这片给她带来痛苦的大地 这里依然看起来 那么的美好 只是这个美好 不属于她 热核弹 降临在泰坦星的大地 所有人消失在烈火中 包括自己的母亲 然而 灭霸内心 已经毫无波动 因为她的心 早已属于死亡 这是灭霸的 原始起源故事 我觉得比灭霸 崛起的畸形爱恋 要有血有肉的多 崛起看的灭霸 过于丧心病狂 而往后的故事 就是灭霸 一步一步 成为漫威第一魔头的历史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这里每天就有 好玩有趣的内容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